各位观众 这里是瑞士苏黎市国际机场 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 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邀请 当地时间14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承包机抵达苏黎市 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 并对瑞士进行正式访问 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等到机场迎接 李强表示 瑞士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 建交74年来 两国关系始终保持健康发展 特别是2016年 习近平主席与瑞方领导人 共同宣布建立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瑞方一道 遵循两国元首重要战略引领 进一步深化双方政治互信 扩大互利合作 厚执民间情谊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瑞士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 发挥的独特作用 愿同瑞方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等方面 保持密切沟通和协作 中国驻瑞士大使王世廷 常驻联合国日内马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等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